美国白宫才宣布 美国总统欧巴马6月初将和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 在加州农庄会晤 而上周四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孟如生 紧急和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见面 了解中国维权律师现状 之后上海警方表示 已经批准郑恩宠赴香港的讲学计划 催促郑恩宠速速前往香港 对于当局的催促 郑恩宠怀疑中共当局在美中峰会之前 想粉饰形象而把他作为一颗棋子 5月23号上午 郑恩宠成功突破警方24小时的跟踪监控 在上海繁华地段餐厅 会见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政治处处长孟如生 孟如生询问了郑恩宠的近况 和其他中国律师的情况 并表示要把这些情况写成报告成交上级 为今年7月中美人权对话做准备 他意图很明显的 他说在今年7月份要举行中美人权谈判当中 要重点关注律师方面的问题 我就把今年4月8日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 人权与公益研究中心 爱明教授亲自签署的邀请函 邀请我5月中旬到香港 做题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层次建设 在学术演讲并做短期的学术交流 据传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振生 去年在上海律师干部会议上讲话 他说 上海有3%的律师不听话 还点了郑恩宠和北京律师宁玉兰的名字 在曾崇跟美国外交官会面之后的当天晚上7点中 上海市公安局突然派一名官员找郑恩宠谈话 他抱怨郑恩宠面线美国外交官 并说正在抓紧审批郑恩宠赴香港讲学的事情 他说 上海当局已经批准 并已经上报给中央政法委 5月24、25号上海警方再次找郑恩宠谈话 他说 我们对你特别宽松 他说 你给扎紧准备 我们要这次不仅为批你走 还要批你爱人一块走 他说 我要亲自把你送到香港去 我到香港去 你要跟我见面 我感到 我说他们怎么突然之间对我这个态度了呢 我感到可能习近平在6月7号 6月8号的和美国人谈判当中 他感到如果他在公开的场合对中国维权律师进去继续打压的话 他感到是压力 郑恩宠指出 习近平新任命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丁薛祥 是原上海市政法委书记 丁薛祥对郑恩宠的情况十分了解 所以说 这个习近平我个人的分析 他可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我这个情况 他感到美国外交官可能要提出这个问题 他所以说 抢先在我这个身上 先放你走 放你太太走 你们美国人不要在曾宠的身上做文章 实际上呢 他把我当棋子 我认为我感到我不舒服 你怎么能帮我当棋子呢 郑恩宠批评 因为他跟美国外交官谈话了 中共当局就突然对他个人宽松了 为的是在美中峰会前想粉饰太平 但是他表示 实际上 中国大陆的律师现在受到严厉打压 上海有些律师不能随便外出 到法庭上有便衣警察在跟踪他们 如果离开法庭要坐他们的警车 在全中国来看 有的律师被剥夺注册资格 有的律师被从法庭上赶出来 现在广西有两个律师在绝食 郑恩宠告诉孟如生 中国维权律师人数很多 并且凝聚一股力量 台湾美丽岛事件在大陆 可能很快就要到来 新唐记者秦雪采访报道